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进予以有力惩戒 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予以严重警告 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完全正当必要 我要强调的是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既是历史事实 也是真实现状 未来绝不会改变 台独是死路一条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一切台独分裂行进 都将遭到14亿多中国人民迎头痛击 一切台独分裂势力 都将在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的历史大势面前 撞得头破血流 我们敦促美方 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势力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任何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 都必将遭到中方坚决有力回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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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